关于法门和心经的礼要搞通 那么后面光理通 这不是我们教学的方法 你们在座的几乎90%都是老学员 那么就是说我们还要大家进入一个宪政量 进入一个宪政量 佛经常讲 佛来到人世间是有唯一一大因缘来到我们人世间 就是四个字 他来给我们送了四个字 甚至哪四个字呢 就是开 是 那两个就是什么 咱们老修们还是不错 还能把经典上的这个话记住 开始误入 开始误入什么 佛让开始误入四个字 教给我们什么东西 佛知什么 知见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现在还是凡夫 还是凡夫 我们还没有成佛 但是我们在今天你们肯来听这堂课 就是已经在成佛的路上开始走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斯加姆尼佛讲经双法四十九年 他唯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是吧 误入 最后要正入佛之之间 他不是说一辈子当你的老师的 他没那个心情 所以他们老早就挤着涅槃了 最后待了待了四十九年才涅槃 为什么 他最后说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这些学生们太笨了 我不教了 我走了 对吧 他说我不说法了 我也没说法 无一字 没有说一字 这是佛之之间是什么 我们今天争取就是利用四个小时 这四个字 我们都经历一遍 一个是开佛之间 开是什么 就是说你们打不开这个门 今天我帮助 我作为一个导线 帮助大家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以后你找不见 说是开了门啊 在哪啊 你把这个宝贝藏在哪了 我找不着 那就要指示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在哪 让你视 视线给你看 然后呢 最后要你什么 求悟 一旦你看到它了 你要心有所悟 叫悟佛之间 视佛之间 悟佛之间 然后最后你要什么 入佛之间 所以今天我们分成两个大部分 一个是理论部分 一个是实证部分 所以说 有人说张老师你很搞怪 你一搞就是四个小时 上次安于投金就四个小时 这次你又四个小时 因为没有四个小时 我们没有办法让大家 这个馒头啊 蒸熟 你们知道蒸馒头的原理啊 那么馒头如果没有熟的时候 你把锅给它拉开盖子的时候 那馒头会怎么样 就会 它原来比原来还小 对吧 它就溅掉了 溅掉了以后再就起不来了 所以这个呢 大家记得这么诚心 我们争取今天什么 就把你们这锅馒头 蒸熟它 蒸熟了以后 回去再慢慢自己品尝 去从这四个字里面 去提供你们的人生路应该怎么走 好 我们接下来怎么走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 波热 那个字赌热 这个华文赌热 波热 波罗蜜多心经 为什么要讲啊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个因为佛 佛藏有十二 十二大部藏经啊 这个经历论 里面最核心的 就是这二百六十八个字 你把这二百六十八个字 搞懂了的话 整部大藏经怎么样 经历论 你全都搞懂了 全都在里面 所以它的作用是巨大的 那么它难懂不难懂 说实在的 如果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 来讲的是人听不懂的东西的话 大家就在骗我 懂不懂 所以老子也为这些事说过 说武道什么 知简知业 你别想得太复杂 就这么太简单 你会吃饭吗 吃饭倒在里面 你会吃饭吗 吃饭就是修佛 说张老师我会 不会 说实在我们今天 不会吃饭 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 没有什么 用心 老学院一提 你没有用心 吃饭 没有用心做事 在日本有一个大修行者 他修到了很高的层次了 别人听他讲经说法 就都觉得他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着 我应该去做祖师爷了 然后去开门授徒了 但是这个时候他听说还有一个比他还高的人 完了以后他就去拜见他 所以他去拜见他的时候 那天有点下雨 他就打了一把伞 到了人家门口把伞放下以后 脱了洗就进去了 因为日本的那个屋子是要脱洗进去的 脱洗进去以后 礼拜完了以后 他就是说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傲心还在 就是说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了 未必我今天论辩 你就赢过我了 他就觉得自己还不错 这个时候那个法师就问了他一句话 说你忍者你来了 你今天把你的那个雨伞 刚进门的时候 放在鞋子的哪一个边 是放在左手边了 还是放在右边了 他马上就愣住了 完了以后 他为什么愣住了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把雨伞放在鞋子的哪一边了 那么这也证明他在干什么 他一定什么 把心丢了 懂不懂 他一定把心丢了 实际上我们只要心在的话 你每做一件事情怎么样 历历分明 你记得很清楚